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苏芒立马举手反对 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六百五真的不够 宋丹丹听完也惊了 反问 为什么呀 苏芒的反应则更夸张 她反驳道 你每天早上不喝牛奶呀 你早上不吃鸡蛋呀 我们要吃好一点 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 听了这话 苏丹丹的表情明显很无语 站起身 叹了口气 节目播出后 苏芒直接被网友骂上热搜 不愧是日入二百零八万的娱乐圈人士 这是吃的金蛋吗 娱乐圈再不整治 社会普遍价值观要炸裂了 确实 苏芒的一句话 瞬间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 但实际上 她发表类似的言论 已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 在谈论内卷这个词时 她表达了对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说现在的年轻人所有的苦恼都来自于欲望太高 惰性太强 言外之意就是大家根本不努力 好一句 何不食肉迷 视频一曝光 网友又一波口诛笔发 更有网友一针见血 说她作为既得利益者 站着说话不要疼 两件事情接连发生 苏芒和节目组又有有处来解释了 但网友根本不买账 甚至有人翻出了崔永元曾曝光的明星阴阳合同 里面明确写出 明星一日餐费标准 每人每天1500元 看来明星餐费动辄上千 也难怪苏芒说650块根本不够 其实网友之所以如此愤怒 归根结底是因为 苏芒作为公众人物 发表观点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对人和事望下评判 指指点点 完全没有考虑到 在她嫌弃一天伙食费650不够时 还有很多很多人 光是端起饭碗都要耗尽全力 她当众哭着说 五块钱很多的好吗 很多时候生活富足 真的限制了人的想象 地铁上一位母亲大声地 打骂自己的孩子 直到下车都没有停止 只是因为孩子弄丢了一张 五块钱的地铁票 路人都投来嫌弃的目光 有人说 不就五块钱啊 再补一张啊 可是这位母亲却哭着说 五块钱很多了 好难赚 钱好难赚 她和丈夫常年分居 母亲也生病住院了 那天坐地铁是要去朋友家 看能不能借点钱买年货 对我们来说 五块钱多吗 确实不多 她可能只是一瓶饮料的钱 甚至是放在卧室 某个角落里吃灰的钱 可是对于这位每月收入不足 九百的单亲妈妈来说 五块就是一天的饭钱 这样的人多吗 太多了 对我们而言 解决温饱太艰难 好好活着 更是难上下难 直户上一位叫 古往今来的打主 讲过一个心酸的故事 她在医院实习时 遇见一位老人 老人的膝盖已严重弯曲 每一步都走得费劲 她没有儿女 没有轮椅 也不会挂号 听了老人的病情 主人医师直接说 你这个除了手术 没有别的好说的 回家准备十万 把两个膝盖换了就好了 老人瞬间呆滞了 过了一会儿 忍着疼痛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旁边一位病人嘟囔道 怎么不早来看 腿都成这样了 唉 这病人就这样 太能忍 多年以后 这位打主去村镇 一诊 完全免费 村里那些没钱看病的人 都蜂拥而至 破烂的鞋子 露出几根脚趾 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病人一个接着一个 不同的病症 但却无一例外 都是重病 正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是怎么做到 腰间盘突出 已经压迫神经 却还能洗衣做饭 养老带小 更不知道 雷锋师到双手双膝双足 都以重度畸形残废 居然还能下地干活 一更 就是豪金天地 他们看不起病 吃不起药 甚至连几块钱的挂号费 都舍不得花 此时打主忽然想起了 几年前的那句话 回去准备吃完块钱 把两个膝盖换了就好了 这句话对当年那位老人来说 简直就是死刑 在老人那呆滞的眼神里 扭曲的背影里 还有那根用树枝做成的拐杖里 包含了多少旁人 无法踏足的绝望和心酸 我们无法想象 更无法体会 甚至有人只会说一句无足轻重的 真能忍 电影《大佛普拉提》中有一句台词 社会常在讲公平正义 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 没有这四个字 光是捧起饭碗就没力了 哪还有力气去讲那些有的没的 如果不是太难 谁想揪着五块钱不放 如果不是没钱 谁愿意忍受身体疼痛 所以 请不要取笑他们恋色 无知 他们比谁都在更努力地生活 你竟然没吃过肉 好好笑啊 有人生来万丈光芒 有人生来以身泥浆 而那些生来就在山顶的人 永远不会知道 上山的路有多崎岖 陆玉曾在节目中采访过几个留守儿童 他问孩子们 你们在寻找吃饭 会有肉什么的吗 孩子轻轻地摇摇头说 没有 鲁玉惊讶地问 没有 那为什么不吃肉呢 对面的孩子甜甜嘴唇 顿了一下 见孩子不吭声 鲁玉又追问 肉很容易坏吗 还是什么原因 孩子眼神忽闪地说 不是 现在肉价太贵了 语音还未落 现场的观众竟然都哄笑了 鲁玉惊讶地问 肉价 你还知道肉价 你知道肉多少钱吗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场的孩子 听完是怎样的心情 可我却被这句话深深刺痛了 有些人不会懂 为什么不吃肉 有些人也不会懂 这点钱至于吗 你没穷过 你当然不懂 世上有太多事 不是不想做 而是不能做 对于有些人 每日的必需品 可能是很多人 这辈子都无法得到的东西 作为旁观者 如果不能理解 那么恳请不要评价 更不要去挖苦 姐家王时 也曾有过这样 不食人间烟火的论调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 都太急躁了 整天只想着赚钱 劝年轻人 应该把精力放在工艺上 或者是去探险 还谈起朋友的女儿 在高考前突然不想上大学 要和父亲去登山 后来又想读书了 顺利被渡客大学录取 而录取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登山的精力 网友看了之后哭笑不得 现在每天忙着赚钱的年轻人 可以从小读昂贵的国际学校吗 可以请得起 以秒记心的家教老师吗 可以一休息 就到世界各地旅游观光吗 他们没得选择 唯一答案就是不可以 如果生活有余地 谁愿意为了赚钱 赚得头破血流 了不起的盖茨笔中 有个名句 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作为优血优肉的人 我们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姿态 除了平视和仰视 更应该经常俯视 去俯视疾病和痛苦 俯视卑微和夹缝 面对自己从未踏足的生活 可以不喜欢 但请给予足够的尊重 也请千万不要再说 你之所以穷 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其实 在现实的真相里 那些在底层活着的人 在贫穷里挣扎的人 才是最努力的人 我是普通人 更是热爱生活的人 这是地铁里的一幕 一位大叔肩上的行李 重得呈往下坠的状态 而他的手里 还提着一个大大的桶 还有一大包行李 看到不禁鼻子已酸 他的生活应该并非一帆风顺吧 而他傲安的背影 好像在告诉路人 我在努力生活 是 他的肩上背的不只是行李 还有家庭和希望 希望这位大叔往后接好运 顺利坐上通往春天的地铁 这是网友在路上拍下的一幕 一位妈妈带着自闭症的孩子 在卖菜 妈妈每天凌晨三点 趁孩子还没醒去进货 挣到一点钱 就会带孩子去看病 这只是我们偶然看到的辛苦 却是这位妈妈的日常 累吗 当然 可为了孩子 再累点也可以 纵然被生活指定了苦难 可只要能让孩子好一点 这些小苦小难 都可以当成下饭菜 祝愿这位妈妈好运 祝愿这位宝宝多尝尝人间的甜 拥有自己干净单纯的小世界 这是网友在上班路上偷拍的一幕 路边 外卖小哥整整齐齐站成几排 在开早会 他们认真大声地喊着口号 他们的头上都带着可爱的兔耳朵 纵然身边车水马龙 但他们依然有饱满的热情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祝福这些认真又可爱的小哥哥 开心出发 平安回家 这些人都很热爱生活 难道我们要因为他们本身的普通 和被迫地接受苦难 就说他们不够努力吗 未免太不尽人情了吧 生活的压力与重担 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抽象 甚至过分具体 对他们而言 努力 就是生活本身 在真实的故事里 世界从不公平 有人日进斗金 不费吹灰之力 有人一贫如洗 喘口气都费尽 可是即便如此艰难 他们都还在硬撑着 他们认命 却从未认输 至此我才明白 对于这些真实存在的荒芜贫瘠 谁都没有半点评价的权利 那些穷其一生都无法 看见月亮的人 内心 却有无限的皎洁 他们虽然生来卑微 但却活得比谁都高贵 与那些咬紧牙关的人 都能熬过世间冷暖 看见 反话似锦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